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讲述了义王裴巡因被视为皇位的不二人选而过于张扬 结果被有心之人利用 最后还被扣上了谋反的罪名赐了毒酒 就连刚过门的王妃刘月清也做了陪葬 这让刘月清恨死了裴巡 没想到这对怨偶就一起重生回到了大婚之前 有趣的是只有刘月清带有前世的记忆 而裴巡却不记得了 刘月清为了不让自己再跟着陪葬 于是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另寻附序 奈何人算不如天算 刘月清刚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于明赫 还没来得及嫁就被裴巡一眼看上 还直接把聘礼送到了刘府 然而另裴巡意外的是 起初整天嚷着要退婚改嫁的刘月清 却突然画风大便对自己百般殷勤 那么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对重生怨履在这一世又能否改写厄运的结局 青青三思定当9月20日首播 记得订阅我们哟